歌手艾成从歌唱选秀节目超级偶像出道 她17日上午被发现在台北卢州坠楼身亡 想念40岁 对于她的突然过世 她的家人好友以及粉丝都感到非常震惊难过 经常在节目和社群平台上 分享个人观点的知名御师李宜珍 对于艾成的过世 勇敢而发在脸书发文写道 承认自己再也撑不下去是一种坚强 她认为人本来就可以很糟糕活着 我们大家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 勇敢求救并非弱者 生命也一定可以找到出路 她呼吁网友们觉得累了就请让自己好好休息 提醒大家需要帮忙的时候 要承认自己已经撑不下去 适时的向外求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